大家好,我是子莉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弯EMT管子 弯EMT管子比大家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不管男女老幼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操作 我们将准备两种四尺宽的弯管用来搭建暖棚 首先,把弯管器固定在一个平面上 这个Hook Bender网上有卖 如果觉得贵,可以想办法借用一下 现在,我们来示范一下 用一根五尺长的EMT管子 弯出一个16英寸高 四尺宽的弯管 旋紧螺丝 把管子固定住 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弯管子了 靠近管子末端的时候 用一节四分之三英寸的EMT管子套住 帮助弯管 正好放到这个边缘上 宽度是四分之三 正好是四分之三 不到一边 正好可以放到 下面我们再用一个10尺的EMP管子 弯一个高46英寸的弯管 两边都是30英尺 当中是5个feet 一直到那个mark的地方 古典 的发生 炸银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EMT比用PVC或者其他材料搭建的暖棚更加牢固耐用 再也不用担心被大雪压榻架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